2020台湾灯会落幕花灯竞赛灯区也举办颁奖典礼 来颁发奖金给五大灯王还有特优等参赛队伍 其中由iVoting票选人气特别奖的得主 是台中势力光荣国中的复仇者联盟 同时他们也是国中组的灯王 这次拿下双料冠军报回10万元奖金 台中市青年高中带来台湾熊盖碎的舞蹈表演 为2020台湾灯会全国花灯竞赛颁奖典礼来揭开序幕 从台中市政府副秘书长手中接下奖杯与奖金 来自大理局的光荣国中团队是追回的大赢家 不仅获得国中组的灯王 同时更拿下iVoting的票选人气特别奖 报回10万元的奖金 这次花灯花了8个月的时间制作 这个过程里面从5到有 我们这4位老师们还有同学们一起集思广益 一起创作 当然这个锅子里面也有一些磨合 但是我们会不断的去沟通去协调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议题里面来唤醒所谓的一个环保意识 相信最佳人气奖获得之后 我们团队的这样的动心企业理念呢 也得到了最高的效益 这一次的iVoting 大家竞争都非常的激烈 那么荣获iVoting 它得到最高的人气奖 将近有2万票 由此可见 大家对这一展 得到iVoting的一个获奖 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4位老师5位同学以地球海洋污染为出发点 结合复仇者联盟角色来拯救地球 获得评审跟民众的青睐 冲出19,042票 拿下准计奖 而主办单位表示 这一次的竞赛灯区的五大组别 都是从600件的参赛作品当中 脱引而出 相当有实力跟水准 而随着灯会落幕 这些花灯 也将会由各机关学校带回 继续发挥它的价值 尤其我们学校有一座花灯 是以历人国小的 四个几何图形做的 非常的大气 也非常具有学校的特质 这个部分我们将结合 广达鱿鱼翼的学生美展 一起做展示 同时还有相关的 袋鼠老鼠的合作 我们也会将把它融入 我们五月的感恩节活动 今年一定有一个很好的作品 可以来代表我们台湾 来出国比赛 那就是说我们在办 这个台湾灯会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传承 当然也是要存旧立新 不但地就是说 来把我们的技艺 把它做一个精进 台中市教育局表示 竞赛灯圈的花灯 从灯会退场后 会鼓励学校结合课程 来提升校园美学景观 也让这些 大家曾经努力完成的花灯 能够延续它的意义 就这样台中采访不到